欢迎来到我们的新闻焦点节目 今天我们将为大家带来几个国际焦点话题 首先是美国财政部长叶伦在中国访问期间 提到了中国工业产能过剩的问题 中国总理李强对叶伦的访问给予了积极评价 叶伦在广州就餐食使用筷子的熟练技巧 也受到中国媒体的关注 另一个话题是国际间的经济和贸易争端 报道指出 中国制造业生产过剩对全球冲击的问题日益受到关注 这可能引发其他国家的贸易对抗 同时美国财政部长叶伦也提到了 中国在清洁能源产品方面的产能过剩问题 此外我们还关注到其他一些话题 如全球数位隐私权的保护国家安全的加强 以及天文事件对人类生活的影响等等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耶伦的筷子供中国总理李强夸赞的细节 4月7日是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加内燕王第二次访华的第二天 他在北京与中国总理李强会晤时 也提出了美国对中国工业产能过剩的担忧 但中国总理和官媒目前为止 对耶伦的访问做出了相对积极的评价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就中国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和其他清洁能源产品产能过剩 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生产商构成的威胁与中国再次沟通 但中方似有淡化一系列棘手问题之一 比如中国总理李强夸赞 叶伦说自他出现在广州以来 中国县明密切关注他此行的细节 显示出对中美关系继续改善的期待和希望 而叶伦访华的细节被认为是他在广州就餐时 使用筷子相当熟练 有分析指出中国官媒对叶伦在广州就餐的筷子功夫大肆宣传 这与官媒一项妖魔化美国的报道基调大相径庭 而这一举动的背后动机引发美国媒体关注 美国华游报道多年来不断恶化的中美关系 以及官方评论和中共官媒妖魔化美国的报道 都对中国舆论产生了影响 但针对有关伊伦晚餐选择的报道 也有县民们讽刺问道 为什么没有些更实质性的报道 美国之音报道在中国社媒上 过去两天来批评和攻击叶伦的声音并不少 对于叶伦在广州餐馆就餐 一条在微博上收获超过2000点赞的评论 称它是举止优雅的强盗 另一条评论则称 耶伦就来骗吃骗喝 但中国央视旗下的社媒账号 预冤谈天在一轮刚抵达广州时 就在微博上写道 在全球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 需要中美在绿色等多个领域的合作 来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 无论是从美国经济发展的角度 还是全球经济发展的角度 中美合作 中美合作 都理所应当 环球时报也发表了英文评论指出 耶伦的积极态度值得肯定 中美只有通过不断沟通 才能找到解决经贸争端的更有效途径 耶伦在广州参加中国美国商会主办的活动上 曾经赞扬中国市场吸引力 表示自己反对两国脱钩 对此的有关报道在星期五晚一度登上了中国搜寻引擎百度的热搜报道上 不过中国制造业生产过剩对全球冲击的棘手问题难以掩饰 日益受到关注 总部在纽约的研究机构 荣鼎集团Rollium Group3月26日报告指出 2020年以来中国过剩现象扩及大量产业 已反映在出口暴增 为今年中国与欧美 今年中国与欧美G7乃至开发中国家的贸易对抗 铺好了路 报告指出 中国政府将资源花在支持制造业而非鼓励家庭消费 使问题更难解决 中国消费市场低迷 过剩产品变用下海外 例如2023年中国电动车出口量是2019年的7倍 太阳能板出口是2018年的5倍 挤压欧美绿能产业的生存空间 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 URPN Commission主席范德赖恩 在去年12月访问北京期间 就提出中国生产过剩可能带来冲击 请前更宣布对中国进口电动车 是否涉及政府不当补贴立案调查 现实贸易紧张情势正在加温 报告强调 问题不止发生在欧盟和美国 2019到2023年间 中国对七大工业国G7的贸易顺差成长了13 而且巴西、印度、墨西哥、南非等开发中国家 也开始不满 如果中国持续这种贸易不平衡状态 恐将遭到已开发和开发中经济体的激烈反击 在全球政治与经济版图中 各国正积极调整自身的策略布局 以应对日益变化的国际环境 从积极扩大在美国的晶片制造业务 到前美国总统川普对移民政策的最新言论 再到对北约未来领导人的选择 这些事件彼此交织 共同描绘出一幅当前国际关系的复杂图辑 根据BBC的报道 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TSMC近期 同意在亚利桑那州建立第三座工厂 将其在美国的总投资额提升至650亿美元 这一举措是美国努力增加国内晶片生产 前少对亚洲依赖的一部分 作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生产商 TSMC拥有苹果等大客户 美国商务部预测 这些投资将使美国在最先进晶片的市场份额 从零增加到约20% 并期望在2030年前实现这一目标 这不仅展示了TSMC对美国市场的重视 也反映了全球晶片制造业务格局的变化 而在政治领域 前美国总统川普的最新言论再次引起争议 川普在一次筹款活动中 对移民的来源国家发表了贬低性言论 声称移民来自难以置信的地方和国家 这些国家是一片混乱 川普此前也曾发展过类似言论 包括在2018年将某些国家称为粪坑国家 批评者认为 川普要么对移民问题一无所知 要么认为种族主义言论是一种成功的政治策略 川普将白人委屈情绪作为其政治核心之一 并承诺如果再次当选 将拆除旨在解决种族不平等的制度 在北约的未来领导人选择上 也面临着川普可能的影响 电讯报指出 荷兰首相马克·吕特争取成为北约秘书长的努力 可能会受到川普对北约的怀疑 以及他对增加防御开支领导人的偏好的影响 吕特已将预算从GDP的1.1%提高到2023年的1.7% 但这仍未达到北约成员国所同意的2%目标 他的主要对手罗马尼亚族徒克劳斯·约翰尼斯 已将预算从1.4%提高到超过2.4% 并多次呼吁北约更加关注中国 这与川普政府的政策一致 这些事件凸显了在全球范围内 政治与经济力量的重新分配 从TSC在美国的扩张 到川普对移民和国际组织的看法 再到北约领导人的选择 每一件事都在为未来的国际关系设定基调 这不仅要求各国领导人和企业领袖具有前瞻性和适应性 也要求普通民众理解这些变化背后的深层含义 以便更好地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挑战 在当今这个充满变数和挑战的国际环境中 各国之间的合作与联盟成为了维护地区安全与经济稳定的重要手段 最近Nike Asia报道了澳大利亚 英国和美国正在考虑与日本在EUKUS安全框架的第二支柱上合作 以应对中国的崛起 而EUKUS安全框架的第二支柱 注重于通过开发和共享先进防御技术 增强联合能力和互操作性 这项合作将限于特定项目 并不涉及澳大利亚获得核动力潜艇的事宜 日本作为参与第二支柱的自然后选国之一 其加入不仅加强了联盟的力量 也引起了关于日本网络防御和保护机密 及知识产权能力的担忧 而在另一个轻松的话题上 The Independent 报道 随着美国准备迎接一次日食 唐纳德·特朗普因为在2017年的日食期间 直接凝视太阳而被社交媒体嘲讽 用户们纷纷提醒大家观看日食时 要佩戴保护眼镜 并分享了特朗普当年的错误行为图片和视频 与此同时 乔·拜登总统也在同一地点发布了一段 佩戴保护眼镜的视频 形成了鲜明对比 与此同时 Dipma 团阻到新西兰的外交政策 正在精力重塑 该国在寻求新的伙伴关系和联盟 以应对变化中的全球秩序 尽管新西兰对加入UKUUS盟持谨慎态度 但有迹象表明 关于UKUS第二支柱的更广泛公告即将发布 日本将成为第一个额外合作伙伴 新西兰还在与北约磋商一个量身定制的合作计划 计划将在新西兰总理克里斯托福 卢克森参加今年7月北约领导人会议时 桥定 这一决定可能受到新西兰对中国的敏感性影响 除了UKUUS影响 新西兰还参与了其他美国主导的集团 包括印太经济框架和太平洋蓝色伙伴关系 然而当新西兰寻求与西方更紧密的联系时 必须衡量来自中国的报复风险 毕竟中国目前是该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新西兰正在考虑的所有选项 都无法在贸易方面为该国提供一个替代中国的选择 这些报道展示了国际合作和联盟的多样性 以及其面临的挑战 从外UKUKUS安全框架的扩展到西西兰外交政策的除塑 再到特朗普日时观测的小插曲 这些事件不仅反映了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重大变化 也揭示了在这个多变世界中寻求合作与进步的必要性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 各国之间的合作将更加重要 而如何在保护国家利益的同时促进区域和平与稳定 将是每个国家面临的重大课题 在这个充斥着快速变化和挑战的时代 从政治领袖到企业巨头 每个人都在寻找与年轻一代沟通的新途径 同时也在努力对抗气候变化的威胁 从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加入TikTok卡卡卡 到印度与斯里兰卡之间因卡卡提污导争议 而潜在的外交风险 再到电子制造商在全球扩张时面临的气候目标挑战 这些故事彰显了当今世界的复杂性 CNN报道 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决定加入流行的社交媒体平台TikTok卡卡 目的是为了与年轻选民建立更直接的联系 在他的首个TikTok视频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团队成员穿过总理办公室 然后镜头转向一个共门包 最后定格在正在办公桌前的舒尔茨 尽管德国政府之前因为数据安全的顾虑 而避免使用TikTok卡卡 但舒尔茨的团队表示 他们将通过一部专用手机发送帖子以确保数据安全 这一举措是为了在欧洲议会选举前吸引更多选民 另一方面 外交家杂志深入探讨了印度与斯里兰卡之间的卡恰提污导争议 这一争议对印度的邻里优先外交政策造成了影响 印度总理纳伦德达莫迪批评国大党 在1974年接受斯里兰卡对卡恰提污党的主权 引发了政治争议 张护法师入堂 引发了政治争议 而且斯里兰卡的民间社会也对莫迪的言论提出了批评 专家警告称 这样的言论可能会损害印度在该地区的信誉和外交政策目标 尤其是在面对政治上反印度政权的挑战时 在气候变化方面 外交家通过一篇Greenpeace专栏文章 踢出了电子制造商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 随助新的制造中心经常依赖于化石燃料 而不是可再生能源 这种转移可能会破坏制造商的气候目标 文章呼吁电子制造商在全球扩张时寻找可再生能源来源 并建议像苹果微软和谷歌这样的消费科技品牌 应该分配资源帮助供应商在新的制造地点探索可再生能源的潜力 该专栏文章呼吁企业界采取更大的行动来实现全球可再生能源目标 这些故事展示了当前世界各领域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无论是政治领袖试图通过新媒体与年轻选民建立研系 还是国家之间的外交争议 亦或是企业在追求全球扩张的同时努力实现气候目标 这些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课题 通过这些故事 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当今世界的复杂性 还能够洞察到解决当前挑战所需的创新思维和合作精神 在当今的国际政治与经济舞台上 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总是吸引众人目光的焦点 华盛顿《楼报》近日报道了美国财政部长 珍妮特·耶伦·詹奈耶伦的一番言论 他明确表示美国将不再接受大量廉价中国商品的洪流 这些商品不仅充斥全球市场 还对美国的企业和劳工造成了伤害 耶伦提到中国政府对于太阳能 电动车和鲤鱼太阳能 电动车和锂尼磁电池等制造业的支持 已经对全球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负面影响 它以中国钢铁出口过剩为例 支出这一现象在2010年代 已经对世界各地的行业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在科学研究领域 雅虎美国报道了一项 关于早期检测一线癌的突破性进展 目前尚无标准化的测试方法 能在癌细胞扩散之前 手术更有可能帮助到患者时 然而美国各地的研究团队 正在努力改变这一现状 许多团队转向了基于血液的液体活检测试 其中一个团队开发的液体活检测试 在数百名志愿者中发现了 97%的I7和II7一线癌 研究人员确定了在一线癌细胞中发现的八种V型RN 以及血液中的五种V型RN 他们利用这些标记开发了一个方法 用于确定一个人的外密体是否与一线癌相关 这项方法在美国志愿者中检测到93%的一线癌 在韩国志愿者中检测到91% 在中国志愿者中检测到88% 当研究人员将这种方法与CIA19道9蛋白质检测结合时 他们能够准确检测到97%的I7和IIIC一线癌 在政治领域 根据美预 根据美颜 根据美颜社的报道 美国总统瞧 拜登可能无法出现在俄亥俄州今年11月选票上 除非该州由共和党控制的立法机构 对选票截止日期做出例外 或者民主党提前举行其全国代表大会 俄亥俄州法律要求总统候选人在大选前90天获得认证 而今年的大选日期为11月5日 然而预计拜登将在其中被提名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定于俄亥俄州截止日期之后举行 尽管如此 拜登竞选团队对于拜登将出现在所有50个州的选票上表示有信心 这些报道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当前国际关系 科学研究以及美国国内政治的最新进展 反映出在全球化的今天 无论是经济科技还是政治领域 国家之间的互动与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紧密切复杂 在这个数位时代 隐私权问题日益受到关注 根据CNN的报道 美国立法者Maria Campbell和Kathy McVores-Roger 习出了一项双党派法案 旨在赋予所有美国人数位隐私权 并建立一项全国性的现场数据使用和分享法律 这项草案将适用于数据经纪人 科技平台和电信提供商 包括允许用户选择退出针对性广告的措施 并赋予个人索取或删除其数据的权利 此外 该法案还将要求公司享用户披露其数据 是否可能被发送至或储存在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 在国防政策方面 加拿大也有了新的动作 CBC报道称 加拿大公布了一项名为我们的北方 坚强而自由的新国防政策承诺提升该国在北极地区的军事能力 这一战略计划购买空中预警飞机 远程地对地导弹和可能有人驾驶或无人驾驶的使用直升机 该政策还包括在未来五年内新增81亿加元 约61亿美元的国防开支 定承诺在未来20年内进一步投入730亿加元于国防领域 然而这项额外的投资并不会使加拿大达到北约2%国内生产总值 国防开支的目标 而在更加神秘的天文领域被Independent报道 根据占星家的说法 2024年4月8日发生的日全10月 将为人们的生活和世界事件带来重大变化或干涨 占星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 即星星 太阳 月亮和行星的排列 可以用来预测和影响个人群体甚至国家的命运 这次日时的新月阶段象征住反思和新开始的时刻 占星家Marissa Brown表示 这是一位人们应尽可能顺其自然 避免过度思考的时期 特别是白羊座 巨蟹座 摩羯座和天秤座出生的人 可能会更强烈地感受到日时的影响 此外 从4月1日开始的水星逆行现象 日即将影响通信信息和旅行等领域 直至4月25日结束 占星家常令内可建议 人们应该放慢脚步 拥抱静止 以对抗水星逆行带来的混乱 这些报道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当前世界面临的挑战和变化 从数位隐私权的保护 国家安全的加强 到天文事件对人类生活的影响 这些议题都凸显了在快速变化的时代中 人类需要不断适应和反思的重要性 无论是通过立法保护个人隐私 加强国防能力 还是通过占星术寻找生活的指导 这些举措都在试图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确定性和安全感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U4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